今日的这些个股推介是中国平安2318 简选原因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当局提振市场信心的意图明显 内险股留意中国平安 6月售险保费增速表现强劲 东吴证券指出主要售险6月份原保费按年增速介乎18%至77% 加盈国际指与其售险保费的强劲增长主要是来自储蓄型保险 尤其是6月底预定利率正式下调之前反而推高短期销售 新业务价值NBV增长由望教第一季进一步提升 中国平安第一季售险和健康险NBV上升8.8%至137亿人民币 扭绝下跌趋势 加盈国际预料中国平安上半年NBV 安年增速在20%至20%之间领先同业 走势上中国平安近日挑战6月以来的横行区间顶部 突破预料上市60元 可以抠51元附近吸纳 跌穿48元就适宜致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